65 台灣《蘋果日報》 火山噴發巴里島機場一度關閉 2015年7月13日國際新聞 A14 印尼張如萍、陳如嬌、張如萍、陳如嬌綜合報導 印尼拉翁火山作油噴發 火山灰衝指一千公尺高空 催往度假性地巴里島 導致當地前天才重新開放的機場被迫一度關閉 華航和長榮航空班機都有受影響 不少要到巴里島度假的台灣民眾也被擔誤行程 華航長榮班機延誤印尼交通部作臣宣布關閉巴里島機場 到下午4時許才重新開放 華航表示作清晨6時重途原起飛的班機 原定上午11時底巴里島 飛行途中接獲機場關閉信息 班機轉降至印尼涉水機場 等巴里島機場開放後 再重涉水飛往巴里島 長榮航空雪 作由桃源到巴里島的班機原定上午10時15分起飛 然到下午5時 紅絲旅遊指出 機場關閉使班機無法看完定時程起降 現正值旅遊旺季 雙百萬名賞在開齋值前出國的印尼人計劃炮湯 巴里島機場關閉熱天 觀光收益損失至少約1.3億元台幣 這裏